有没有想过 万一在这个时候世界某一种生物 忽然间全部消失 会造成什么样重大的事件呢 你有没有听过一部宝莱坞电影 My name is Karn 当男主角和女主角跑步的时候 发现有人使用手机 男主角对着朋友很惊慌的说 别在这个时候玩手机 会杀死全部蜜蜂的 当全世界的蜜蜂全部死亡的时候 船员全人类会跟着死亡 到底是真的吗 在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一首儿歌 其实蜜蜂消失不再是一条新闻了 ABC新闻网记录 2018年到2019年之间 蜜蜂消失大约40.7%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世界上多数的农作物 都是依赖着蜜蜂传蜜 蜜蜂群体的消失将会给人类 在粮食生产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过 如果蜜蜂全体消失的话 我们人类仅仅会存活 4年 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找出蜜蜂灭绝 和人类生存之间的数据联系 但是已经有科学实验证实 蜜蜂受粉的时候 让果实增大 畸形的果实降低 从2006年开始 美国的各州养蜂人都不同程度的发现 自己养的蜜蜂飞走以后 就没有再回来了 上百万的蜜蜂不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而且生死未朴 这种是称为蜂群崩溃综合症 逐渐的蔓延到其他国家 包括加拿大 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等 你觉得他们去了哪里呢 你可能在问蜜蜂如果是农药中毒 或者在寒冷的天气中死去的话 尸体应该会在蜂箱附近看到 如果这是遭受天敌的攻击 可能在受粉的花粉中看到他们尸体 但是没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蜜蜂的特性是 练家绝不会单独让蜂后和幼蜂留下 因为他们会饿死 唐代诗人罗颖曾经描写说 采得百花沉蜜后 为谁辛苦 为谁甜 蜜蜂采集花蜜后常常会掉落一些 植物则是靠着这些掉落的花粉 完成 根据统计 人类利用的1330多种农药物中 有1000多种是利用蜜蜂在传授花蜜 没有蜜蜂 没有兽粉 人类失去更多的粮食 蜜蜂传授花粉价值非常高 蜜蜂贡献来保持生态平衡 它们从不向人类缩取任何蜂产品 却向人类贡献了食物和智慧 科学家表示 手机和高科技产品的附设 是导致蜜蜂大量失踪现象的罪魁祸首 有实验证明 如果你把手机放在蜂巢附近 它们就不愿意回家 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开始少了蜜蜂的踪迹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有给你提供一个你错过的冷知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你分享出去 也记得到我们的脸书专页点个赞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好让我们下一支影片上载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 美风星期三及六准时上载最新整理内容 为你准时送上你意想不到的小知识